我每次会在看她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她一个人住在这里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台郑兵燕 今天我的心情有点复杂 因为这一集视频 我会聊到我的家庭 如果你是来自单亲家庭 或者是破碎家庭的话 你一定要看完今天这个视频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 有没有拍摄全家福的习惯 我家里不止没有一张正式的全家福 连普通家人的合照都少之又少 小时候偶尔我会去朋友的家里 当看到他们的这个墙上 挂着全家福的时候 我都会十分的羡慕 看到他们的爸爸妈妈 甚至爷爷奶奶一家人 很开心对着镜头笑 我却有一点开心不起来 因为它会让我感到自卑 就是会让我联想到 我的家庭是有缺陷的 从我有印象开始 我就记得我的爸爸妈妈 是经常吵架的 吵到要跳楼要自杀 最后还离了婚 那我的这个爸爸妈妈 已经离婚了很久 现在我也长大了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我想要拍一张全家福 可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的 关系不好嘛 所以这张全家福 肯定是不能够刻意 去邀请他们去拍的 所以我就找到了一张 在某一次家庭生日聚餐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的合照 在这张照片里面 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感觉就像是一个 和乐融融的家庭 谁会想到 其实这个家庭 是曾经离过婚 破碎过的呢 所以我每次看到 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都很想哭 因为它太美好了 它就有弥补到 我童年的这个缺憾 可是考虑到 这个情感的因素 还有就是为了避免 不要引起一些 不必要的感情纠纷 所以我就决定 送三张全家福 个别送给我的妈妈 爸爸还有婆婆 送给我妈妈的照片 是她还有她妈妈 也就是我外婆 还有她姐妹的合照 送给我婆婆的照片 是我婆婆80岁大寿的合照 也弥补了 婆婆今天因为疫情 而取消生日庆祝的遗憾 那送给我爸爸的照片呢 是这张全家人最完整的照片 包括已经离婚了的妈妈 那我不想要单纯送照片那么简单 我希望这个全家福是比较大幅的 可以摆在一些家里很醒目的位置 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她 所以我就找到了一家名字 叫Story on my wall的商家 OK 现在我就来到了他们的网站 除了可以印这个全家福 他们也可以印一些成功的语录 这样子我就选择这个 个人照片的这个服务 所以我就按这个button 来outload我的这个全家福 耶 一个星期了 我已经收到了这个包裹 耶 一个星期了 我就已经收到了他们的这个包裹 其实我是很想要现在拆开来看的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收到 但是我又想到就是我如果现在拆开了 这个包装就不是很美 所以我想要就是送给我爸爸妈妈婆婆的时候 才一起打开 这样子的话画面也会比较好看 很美耶 所以我也是很期待我的家人看到是什么样的感觉 耶 我现在呢就回到了我的旧家 我以前是跟爸爸一起住的 然后回到这里呢有点感触 因为在这里也是生活了十多年后来才办的 所以我现在就要过去拿那个全家福 带给我爸爸 看我爸爸有什么反应 走 爸爸 爸爸 有东西要给你哦 我都卖了 嗯 打开哦 这要给我什么 照片啊 照片 这么冷才可以拍啊 是吗 这个怎么买的 画 什么夹 蛤 可以吗 哦 剪夹了 嗯 这可以拍的 那怎么不是在二哥家拍吗 哦 画画这样 文化 还有一个咯 这个是什么的 果然是没有看过 又没有看过 哦 这个我一个都不是这样咯 这个怎么样印咯 怎么样粘上去 哦 讲乎你呢 讲乎啦 OK 很好 谢谢 这一只好长 还有一个 小小的 哦 小个的啦 小个可以把它钳倒的 哦 OK 这个好像可以scan咯 试试一下 你用QR的scan咯 我可以找回那个照片 好 开心 可以做到鸡链了 嗯 就是把爸爸叫到这样 嗯 要不要抱一下你爸爸 抱一个 抱一个 好尴尬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爸 真是 嗯 OK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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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谢谢 谢谢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咯 我 哈哈哈 要哭了 OK 因为我很少跟 很少跟从来没有送东西给我的家人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有点尴尬啦 但我觉得很开心啦 就是能够把这个全家福巴士给我爸爸 虽然我爸爸没有表露出正娘啦 但我觉得他应该很开心 你看就是我爸爸就是 爸爸妈妈离婚了 然后就爸爸一个人住在这里纪念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每次会来看他的时候我就会 就会想到他就是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然后完全没有孩子在身边 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举重虽然很小 但是对我感受很大 因为我很少爸爸爸爸 然后重点是我从小到大也没有送东西给我爸爸 然后我觉得与其送一些 可能很名贵的东西 不如送这个全家福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去找我的婆婆 然后看婆婆有什么反应咯 耶 我现在就来到了我的婆婆住的地方 也就是我哥哥的家 对 对 哈啰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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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了 哼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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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喝了 水水 哇 哈哈哈 一家人啊 嗯 你喝了 我喝了 你喝了 到这里八十岁生日了吗 是啊 对啦 姐姐啦 爸爸啦 二哥 二哥 啊 你哼 啊 你哼 你哼 太老了 你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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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之前拍的合照 你哼 这个可以换电发 你那麽 对 这麽 稀 我 你哼 我 我 你哼 我 你哼 我 现在打开姨婆 你会吃饭的吗? 你会吃饭吗? 哦,你会吃饭的吗? 嗯 你会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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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再见,宝婆 再见 刚才就见过了我的婆婆 然后,我觉得我婆婆好像比较冷静一点 哈哈哈哈 不过她还是很开心啊 就是她马上就是叫我交给我的姨婆 然后就跟她讲 她就是每次很炫耀 就跟人家讲说她的生对她很好 哈喽,是我现在呢 就来到我妈妈的家 你要吗?送你东西 啊,以后妈妈就送杯 不用走 什么样的? 哇,像生意感啊 啊,谁去做的? 那我去做的 哇,谢谢谢谢 女士的 很多年了哦 啊,然后我都不知道 好像在拍的 好像我以前拍的 我找出来 哎呀,为什么你没想到做这个的? 哈哈 哎呀,这样久了 我看到很美吗? 不要比外婆看齐好 那时啊 想到外婆,哎呀,婆婆外婆 我带一切加肚子 嗯 嗯 嗯,是啊,再把二排的 这个 嗯 这是那天我生日的哈 嗯 嗯,这个是小小个可以放到钱包哦 好啦,谢谢啊 哎呀,你没有给妈妈心理准备 哈哈哈哈 哎呦,我想她心理准备 要脱了乱的 要被人家讲 这是哈特利这样做的 嗯,特地弄 嗯 好啦,暂时放这边先 嗯 阿姨,要不要跟冰箱包一个? 包一个啊 这样 最疼她的了 还不知道妈妈最疼她 我终于把手上的三个全家福 全部pass给了我的家人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体验呢 是很感动的 毕竟我很少送东西给我的家人 而且看得出我的爸爸,妈妈,婆婆 都很喜欢这份礼物 让我很有成就感 我想对于家人来说 没有一份礼物 比全家福更有纪念价值了 他们的这个反部艺术呢 握在手上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很有质感 还有分量 加上这个照片承载的意义 让这个全家福 显得格外的珍贵 我特别喜欢她的那个 QR Code Card的这个概念 让收礼物的人随时scan 就可以浏览到很珍贵的回忆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我不要直接把照片 或者是video send给对方 我认为顺序是很重要的 对方收到包裹 拆开看见Canvas 然后再扫描这个QR Code 可以让整个收礼物的过程 更有仪式感 影片的最后 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朋友 有空就记得和朋友家人多拍照 拍照呢 不仅仅是为了打卡还有炫耀 最重要的是 照片可以记录我们成长的步伐 为我们定格过去的时光 哪怕这个时光是苦涩的 每当我感到无力绝望的时候 偶尔看看照片 就会给我很大的动力 我希望能够为了我爱的人 继续奋斗还有努力 往更大更远的梦想前进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分享 YouTube的朋友 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